NBA开创至今 已经有超过4700名球员 至少在联盟打过一场比赛 在这些球员中 我们最后考虑他们的生涯出场数 关键时刻的得分能力 罚球命中率 时代背景 以及防守难度 选出NBA历史最强的实位射手 比尔沙曼 2K外线投射能力评分 94分 比尔沙曼是远古17-50年代的最强射手 也是NBA历史第一位 将投篮命中率提高到40%以上的后卫 沙曼生涯罚球命中率高达88% 而那个年代联盟平均罚球命中率 仅为71% 级别放眼过去50年 这一数据也在76%左右浮动 1959年 沙曼的罚球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93.2% 而排在第二的多尔夫谢伊斯 是86.4% 正是因为有沙曼的存在 卡尔特仁在罚球命中率这一数据上 领跑了联盟7年 并且是大幅领先第二名 当然 沙曼可不仅仅是罚球厉害 他在场上也是投篮物死角 1954年 沙曼的投篮命中率高达45% 对比排在他后面的三名后卫 投篮命中率分别是40% 38.6%和38.5% 更重要的一点 沙曼打球的年代 还被普遍认为是历史对抗最激烈 打球最脏的时代 如果不能在各方面都达到顶级水平 乔丹也不会赢得篮球之神的称号 在刚踏入联盟的那一刻 乔丹已经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射手 虽然很多人会指出 乔丹的三分线外的表现差强人意 或者强调乔丹的突破攻框更加两眼 但他们可能忽视了重要的两点 第一 如果你的五米中头更加无解 为何要跑到七米投三分 第二 如果你初入篮下都如入无人之境 为何又要在五米投中距离 这两点让乔丹和其他球员区分开来 乔丹会让篮球比赛变得简单的同时 也更具观赏性 不仅如此 乔丹的场均出手数虽然很多 却很少出现糟糕的投篮选择 体现了极高的篮球智商 在生涯1072场常规赛中 乔丹命中率在40%以下的场次 仅有142场 换句话说 乔丹手感糟糕的夜晚 仅占比13% 而相比之下 科比有30%的比赛 命中率不到40% 在NBA历史上 只有7名球员累计完成17000次投篮 加1700次三分 而在这7人中 乔丹的命中率排名第一 产量和效率都无可挑剔 如果再考虑到投射关键球的能力 只能说乔丹的排名 实际上应该更高 但如果非要找出乔丹在投射方面的弱效 除了三分外 他的生涯罚球命中率约83.5% 在历史前10射手中 排名倒数第二 第八名 利拉德 2K外线投射能力评分 95分 利拉德曾经表示 论投射 我只服库里 但在库里之后 我找不出任何不排在第二的理由 这不仅要考虑到命中数 还有投射方式 以及投射的难度 虽然利拉德胜压三分命中率只有37.2% 但是三分出手次数达到场均8.3次 累计几乎达到6000次 按照编辑收益递减规律 一位场均8头命中率37%的主力球员 要比一位场均4头命中率42%的角色球员 是更好的三分射手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防守压力显然要更大 同时 利拉德的超远三分命中率属于历史独一等 18-19赛季 利拉德的30-40英尺的三分命中率高达39% 更重要的一点 利拉德在关键时刻的投篮表现非常突出 14年绝杀火箭 19年绝杀雷霆 21年和绝军双加时55分 创下季后赛单场命中12级3分的历史记录 如果还有人不服 建议看一下利拉德单场71分的比赛表演 如果要选出球员对位的噩梦 很难找出比诺维茨基更恐怖的球员 七尺的身高 110公斤的体重 诺天王拥有中锋身高的同时 还具备速度 灵活 控球 和命中6米万远头的能力 身高比他高的内线 防不住他的外线 速度比他快的外线 又防不住他的内线 除了身体优势 诺维茨基在联盟的立命之本 便是他的那些东倒西歪 却又精准无比的投篮 每次投篮时 他的手型都保持一致 并且手臂伸直 这也让他在施展金基独立 或者失去平衡时 依然保持出手的稳定 诺天王教科书般的投篮姿势和高弧度 让他的投篮几乎都不会碰框 齐刷刷都是空性 生涯三项命中率 诺维茨基达到50% 38% 87% 第六名 雷阿伦 2K外线投射能力评分 95分 雷阿伦的投射能力 在各大媒体的排行榜单上 有高有低 但有一点却毫无争议 那就是雷阿伦被认为是2000年代 联盟最强的射手 他的三项命中率 达到了恐怖的45% 40% 90% 这样的数据在当时 也只有纳什和配甲可以预期争奉 但雷阿伦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被另外两位多投了差不多2500G2分 1100G3分 以及500G罚球 放眼历史 雷阿伦的三分出手次数和命中数都排到历史第二 更是没有一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低于35% 罚球命中率也高居历史第七 在02-07年间 雷阿伦场均3分出手7.4次 占比超过40% 而更加分的是雷阿伦的大先造 13年总决赛G6的救命3分 直接拯救了詹姆斯的职业生涯 如果要选出2010年代的最佳射手 第二名的竞争 可能要比第一名更加激烈 而杜兰特 毫无疑问拥有极强的竞争力 自2007年进入联盟以来 杜兰特经历了进攻重心从内到外的时代转变 但杜兰特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中投技术 还更进化了他的三分技巧 如果仅看投射能力 杜兰特拥有联盟最快一档的出手速度 无差别的中距离二楼跳投 以及三分线外的远程狙击 参考10年代的出手分布图 杜兰特的投篮分布非常平均 趋于覆盖球场各个角落 红色越深越大 代表命中率和出手频率 比联盟平均值越高 灰色则代表在平均值以下 在整个10年间 杜兰特的跳投出手术 高居联盟第一 选择最轻松的得分方式 正如杜兰特的绰号一样 Easy Money Sniper 随心所欲的狙击手 R2-R3赛季 杜兰特三项命中率达到惊人的55% 40% 92% 历史唯一 在远古时期50年代的比尔沙曼之后 杜兰特成为了60年代的最强射手 生涯命中率达到47.4% 虽然韦斯特身高只有1米90 但是得益于超长的臂展 极快的速度 强硬的球风 和对完美的追求 让韦斯特和其他更高更壮的天才球员区分开来 数据上 韦斯特场均出手在24左右 但却可以换来场均27的得分 效率惊人 原因之一就是韦斯特很少会在不利的情况下 选择强行出手 一场手感爆棚的比赛 韦斯特狂砍44分 实际投16中 12罚全中 外加12篮板 12助攻 以及那个时代还未纳入统计的10次盖帽 完成了历史最强的武双神技 韦斯特的投射能力 之所以能排到历史前列 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他的绰号 关键先生 韦斯特最著名的一季关键球 便是在1970年和尼克斯的总决赛上 投进了一个20米远的压哨两分 2013年 75岁的韦斯特在篮球训练营做指导 他一边和学员解说 一边连续命中了13季投篮 就是随便乱扔 也能进 第三名 雷吉米勒 本人无授权 2K评分未收录 在乔丹巅峰时期 与其同位置的球员 能称得上和他棋逢对手的人 寥寥无几 但其中必有一人的名字 那就是雷吉米勒 米勒是一位纯粹的射手 但从三分投射来说 他绝对不输任何人 18年职业生涯 米勒一共投进2560级三分 排在历史第四 命中率达到39.5% 在那个三分被认为是花招和运气的年代 米勒凭借一手精准的外线投射 带领步行者杀入冬爵和乔丹大战七场 是毫无争议的90年代最强射手 米勒投三分 喜欢迎单而上 越是面对严峻的防守压力 他越要在对方头上投紧 骨子里充满好斗的属性 米勒的投射不仅准 更是将几分嚣张气焰融入其中 当年在神的面前投进绝杀 以及8.9秒啃8分的米勒时刻 都涌住球迷的记忆之中 成为历史经典 相比很多出色的三分手 米勒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是球队当之无愧的核心图腾 第二名拉里博德 2K外线投射能力评分96分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说法 永远不会出现第二个乔丹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 在出现另一个乔丹之前 出现另一个博德的概率更低 虽然博德身高2米06 移动较慢 没有什么跳跃能力 运球能力也普普通通 但在篮球这项极度 看重天赋的运动中 没有人会像博德一样 能在身体天赋如此低的情况下 打出统之力 而其中的原因 正是博德超一流的投射 博德有一套自由的投篮姿势 跳得不高 但架球又快又稳 然后将篮球从脑后退出 两臂伸展张开 如同大鸟的翅膀 1987年开始 博德成为了历史第一位 180俱乐部成员 连续三年夺得三分大赛冠军 92年猛一队 巨星们闲着无聊玩花式投篮比赛 但他们就是不带博德玩 总之 博德是80年代 毫无争议的最强射手 退役之后 博德在步行者当教练 手下有上帝的左手穆林 和雷吉米勒两大神社 有时候他们会玩投篮比赛 而退役好几年的博德 仍然经常赢球 哈特莱利曾表示 如果要投最后一球来拯救比赛 我会选择迈克尔乔丹 但如果要投一球来救我的命 我会选拉里博德 第一名 库里 2K外线投射能力评分 96分 要说谁是NBA现役最强射手 呼之欲出的名字只有一个 那就是斯蒂芬·库里 不仅是过去十年 而是历史最强 库里的出手速度在历史中难寻模板 射程又远 几乎在每个三分区域都能够保持高命中率 在2010年代的十年中 库里命中了2025G三分 排在联盟第一 比排在第二的哈登多出458G 在13-14赛季引入球员全面数据追踪后 基于球员的投射难度和防守人的距离 通过数学模型计算 可以获得球员预期的三分真实命中率 而模型给出的库里命中预期值为49.6% 结果库里实际打出了64%的三分真实命中率 让数学模型都汗颜 在2015年之前 历史上没有人单赛季命中超过300G三分 包括博德 米勒 雷阿伦 甚至库里自己也没有做到 然而在15-16赛季 库里命中402G三分 完成了历史最伟大的投射表演 同时还成为了历史第一位 场均得分超过30分的180G乐部成员 直到如今 联盟中超过80%的三分命中 都是靠队友助攻完成 而库里这一数据 只有62% 意味着库里的自主进攻三分能力 比任何人都要强 有一句话形容库里非常贴切 明知道你要投三分 但就是防补助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